當我們幫一個人,那個人重重覆覆和有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處理我們的失望感、壓力感 或者在裡面有不開心,如何處理呢? 這與我下午講一些類似的,下午我講到一個調教期望 有些人當你一邊聽他,認識他,知道他,男者在他心中很重要 而他要用他的方法,他想得到,但又得不到 所以他很傷心的時候,就變成他很受影響 有些人引導他,神在你身上有奇妙計劃 神為你安排,不會逃脫,如果神為你預備,婚姻是逃脫的 如果不是神為你預備,你得不到更好 但有些人未必會接受 我們要分辨,有些人真的很快學習 一經歷到神的工作,一被神的愛改變 好了,我願意跟同神 但有些人總是經歷多少都好,經歷多少醫治安慰 永遠都是,我想要回我要的東西 我們知道那個人的泥土是哪種泥土 他是有經濟的泥土,所以他很辛苦 這樣的人,我們就不期望他那麼高 我們期望他慢慢來,可能很久才來 期望低,我們就不會那麼失望 其實對甚麼人都是我們要調教那個期望的 是根據那個人的情況 但你又會說,有些人很乖很乖,但又令你失望 那又怎樣呢? 我就會說,這樣的時候,我們都相信人有些軟弱 一下子的軟弱,我都想一下有甚麼方法可以引導這個人 可以給神更大使用呢? 那我就轉那個失望變為力量了 我的失望,是有失望的 譬如這個人明明很乖,現在一事奉的時候 哎呀,放棄了,不做了,不做了 我們就有點失望 但我想到他也可能會有受傷害的 我們就把那個失望變為力量 怎樣去回應他呢? 他一時說,我知道你傳呼人人不信 那你就很失望,令你不想做 你覺得這樣就停了,你就覺得滿意呢? 這樣就引導他,讓他知道 其實引他自己去明白 他如果繼續失望,他反而無法發揮 那你想不想呢? 把那個調教為力量 分辨的人是很重要的